新年好 今天是2021年1月2日 前几天 英籍华人钢琴家傅聪 因为得了新冠肺炎去世了 享年了86岁 这件事呢 这几天在中文网上很热闹 傅聪呢 是第一个在国际音乐比赛中 获得大奖的华人 这个在音乐史上应该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呢 很多人在网上之所以提起他 不是因为他的音乐 我想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音乐 因为他毕竟呢 搞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 在中国呢 并不是说很流行的 那一般的中国人提起傅聪呢 主要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是因为傅雷家书那本书 那个是翻译家傅雷 写给他的儿子傅聪的 这本书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流行的 到现在据说也还很流行 央视评论员刘哥说了 说只要是60后都是读过傅雷一家书的 我也是60后 但是呢 我没有读过这本书 说来很惭愧 那个时候这本书刚刚出版 没多久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都在推荐这本书 我也在图书馆翻了一下 结果看了第一页就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那第一封信里头傅雷向傅聪说 说他对他 就傅雷对傅聪有很大的罪过 而且这种罪过呢 是没法洗刷的 只能救赎的 那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 非常的奇怪 你父子之间能有什么罪过 大到没法洗刷 这未免太夸张了吧 或者呢 他们父子关系本来就不正常 所以这种书呢 我就觉得没必要看 就没有再往下看下去了 那傅聪让人们想起来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在1958年 他在波兰留学学钢琴 毕业了以后呢 居然没有回中国 而是跑到伦敦去了 跑到英国去了 那这事呢 就当时被认为说是叛逃 现在呢 也有很多人在骂他 是叛国者 说一个叛国者 不值得我们来怀念他 这这种事情吧 在当时 在50年代 6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 也许呢 是很罕见的一件事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这个呢 是完全是当时的时代造成的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说 不理解 附冲的做法 还把这种留学不归 说成叛国 这个就太过分了 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已经有很多的中国人 到国外 到西方发达国家 或者到日本 这些国家呢 去留学 而且呢 留学以后 大部分人呢 都是不回去的 有的甚至还 不只是所谓的自费留学的 包括那些公派的留学生 很多呢 也都不回国了 而且呢 绝大部分呢 也都加入了外籍了 特别是在美国 加入美籍的更多 我是算是比较例外 我是没有加入美籍 一直保留在中国国际 但是 绝大部分的 这些留下来的 留学生 都加入美籍了 那你能说这些人 是叛逃 是叛国吗 包括现在在中国 非常的风光的 明星科学家 施衣工 饶意 当年 他们到美国来留学 留学毕业了以后 也是没有打算回中国的 也是留下来的 在美国大学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当到郑教授 加入了美国国籍 那是等以后中国发展了 他们看到在中国更有 回国更有前途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回去了 那你能说他们以前 是叛逃吗 是叛国吗 其实现在的留学生 说学生不归 跟傅聪那个时候还不一样 你现在不回国 是因为觉得 国外的生活更好 或者呢 在国外更有发展前途 然后不回去了 那傅聪可不一样 他如果当时回国 那可不就 就不是说 生活好不好的问题 或者用 发展的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呢 生死存亡的问题 为什么呢 那1958年 傅雷被划为右派了 就他爸被划为右派了 那么你如果傅聪回来 他就变成了 地富反挖右的子女了 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他是不可能 让你有这种发展前途的 很可能呢 就让他下放到农村 劳动去了 可能艺术都搞不成了 你还想弹钢琴 即使让你继续 觉得你有天才 继续让你弹钢琴 也不会给你多少 这种表演的机会的 那个是要留给出身好的 贫下中农的子女的 你现在已经是 右派分子的子女了 就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即使你熬了那么几年 到了文革 那傅雷夫妇自杀了 傅聪很可能也熬不过气 也会跟着自杀 会被挨批到的 我这么说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跟傅聪同一个时代的 也有一个著名的钢琴家 也是上海的 也在国外得过奖的 叫顾胜英 她是个女的 她就是到文革的时候 1967年的时候 遭到了批斗 然后全家自杀了 开煤气自杀了 所以你复冲回来 能够活下来就算不错了 你还想说搞艺术 还想说有现在这么大的 国际上的民生 这个是不可能的 而且后来文革结束以后 也给傅聪 国内也给傅聪平反了 也不再说他是叛国了 也邀请他回国来讲学 来表演了 这已经连官方都不再把他当成叛国者了 都已经能够理解他当时的选择了 到现在网上还这么多人 还在骂他是叛国者 那这些人呢 或者还生活在文革的时代 或者呢 就是想在中国重新搞文革 至于有一些人对他死于新冠肺炎 冷嘲热讽 那这些人呢 那完全就没有人性了 网上指责 说傅聪不回来 不回国的 要在国外发展的人 那不只是说这种普通的网民 有一些名人也在指责 像饶益我刚才提到的 饶益明星科学家 北大的教授 兼首都医科大学的校长 饶益 也发了一篇文章 在他的那个微信号上面 发了一篇文章 也是在暗示说 傅聪是应该回国的 不应该留在英国 在中国 能够对中国做的贡献更大 也会得到人们更多的怀恋 饶益说了 说傅聪死了以后呢 怀恋他的绝大部分呢 都是中国人 而国外呢 怀恋他的 纪念他的 非常罕见 饶益还说了 任何一个华人 注意啊 是任何一个华人 如果在国外 一直留在国外 几十年了 死了 那么参加他的葬礼的 绝大部分也是华人 写文章怀念的 更是华人 也只有华人 会对他恋恋不忘 饶益呢 说这个叫做 种族隔阂 其实饶益说的这个情况呢 是跟事实有出入的 傅聪死了 并不是说在国外 就默默无闻 没人把他当回事的 我注意到了 就英国的BBC 还有美国的纽约时报 都发了长篇的复告 报道的 他的事迹的 这个就很难得了 就几个音乐家死了以后 能让纽约时报 发一篇长篇的报道 对吧 所以 还有呢 有 也有不少 国外的 那非法华人的 音乐家 他们古典 音乐界的一些大腕 大师 也都纷纷的表示哀悼 在推特上 或者是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对傅聪的去世 表示的哀悼 当然了 哀悼 的确不会说像在国内 中国那么多 这是因为你傅聪搞的 本来就是这种高雅的艺术 西方古典音乐 你即使是在西方国家 在美国 英国 它也不可能像流行音乐 那么流行 那么流行的 所以你搞一个钢琴家 演奏古典音乐的钢琴家 就不太可能变成你一个大众名人 众所周知的大众名人 不会说死了以后 然后举国哀悼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跟你是不是华人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你即使是一个白人 是傅聪这种等级的 营业家 他去世了 也不会说是举国哀悼 大家都纷纷的来写文章 发推特来纪念他 这不可能的 因为这是专业的 极限性所决定的 但你不能说 像饶益说说 你华人死了以后 也只有华人 才会恋恋不忘 不是的 我举一个例子 就好了 吴建雄 著名的物理学家 吴建雄 他是在美国 死了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呢 今年美国就要发行纪念邮票 专门纪念他的 那你怎么能够说 只有华人 会对华人 任何一个华人 才会恋恋不忘 对吧 其实饶益的这番评论 我记得呢 暴露了他的心路历程 就是可以解释 他为什么要回国 为什么呢 他是做科研的 作为一个科学家 你在美国 他科研干得再好 当到名牌大学的郑教授 基本呢 也就到头了 那也许呢 他在努力吧 有可能呢 还能够成为 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那你要获得诺贝尔奖 那几乎不可能的 那那么即使你当了 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 好几千人呢 也没有几个 说是会变成一个 大众名人 众所周知的 甚至你即使得了 诺贝尔奖 美国诺贝尔奖太多了 诺贝尔奖获得者太多了 那基本上呢 也没有几个 诺贝尔奖获得者 是大众的名人 是众所周知的 是死了以后 会引起轰动的 其实呢 去年就也有获得奖 诺贝尔奖获得者 去世了 基本上呢 就是报纸发一篇报道 没有记忆 普通的美国人 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这个是由你 也是由你从事的职业 所决定的 因为你既然选择了 搞科研 那么呢 就不可能跟搞娱乐一样 不像你科学家 不是一个娱乐明星 也不是政客 不像说去搞从政一样 能够搞的 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你 所以你一死 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那不是的 所以你既然搞了 要从事科研的 那么呢 你就要甘于寂寞 但是你像饶宜这种人 他不甘于寂寞 他老想着的 而是要 生前多么的 出名 影响多么的大 死后 背脊 挨荣 那么呢 最好的 就只有办法了 就只有回国去了 因为你回 只有在中国 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是 基本上是没有明星 科学家的 我刚才说了 搞科研本来呢 就是不想当明星的 几乎没有科学家 你干得再好 几乎呢 是不可能成为明星的 个别的偶尔会有 你像爱恩斯坦那种级别的 你又可能变成一个明星 但是呢 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如果是你做科研的人 把自己变成了明星 反而呢 会让圈内的人看不起的 以前卡尔萨根 也算是个明星吧 因为他主要是做科普 所以变成明星的 结果呢 搞得他连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都没平上 就是因为其他的那些院士 认为说 你不像一个搞科研的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众的名人了 所以你既然选择了科研 那么呢 你去不要去追名逐利 所以你科研做得再好 也在圈内有名就好了 你别指望着说变成一个 人人都知道的 普通的美国人都知道的 那好了 你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名人 又要搞科研 那你就到中国去了 只有中国呢 会有这种明星的科学家 会经常上电视 会经常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可以跟企业家来作额论道 动不动就去参加某一个联会发表 某一次演说 还号称 姚毅最近还发了一篇文章 号称他搞了一个关于什么量子计算机的争论 既然有两百万人看 说是直播有两百万人 他那个数据很值得怀疑 但是从他摧析这一点 就可以知道 他是很注重这种虚名的 很注重别人的关注的 就普通人的关注 还不是说业内的关注的 所以你就只有回国 你才能够有这种 很风光的成为人上人的这种感觉 来接受万人崇拜的这种感觉 你在美国你再怎么干 你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跟你是不是华人 是不是白人 没有关系 因为再大的白人科学家 也不可能有像饶意他们 这些明星科学家那么风光的 但是你选择了这条路以后 把科学家变成了明星以后 你是要有损失的 这有失有得 这个损失第一 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搞科研了 只能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包工头 拉来利用自己的名声 拉来科研的经费 然后发下去让学生 让博士后去干起 但实际上本人真正搞科研的时间 就很少了 这是第一个损失 第二个损失 你要失去言论的自由了 因为你不能得罪 随意得罪人 尤其不能得罪那些有钱有势的人 你也不能去抨击现在的政权 现在的体制了 因为你万一得罪的人 你就是说你必须要听话了 你听政府的话了 听大官的话了 你听话了 我还让你继续当明星科学家 还赏你一个校长当当 死了以后 可能还能够给你很高的一个追悼会的待遇 复告里头还可以注明 生前享有部长级的医疗待遇 那你如果不听话 敢去抨击政府 敢去得罪有权有势的人了 马上就把你封杀了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风光不起来了 所以如果饶忆真的想要当 一直这么看重这种明星科学家的 这种风光 那么他就只能去同流合污 他如果真的那么在乎死后的明星 我是很怀疑的 因为那种很在乎生前的这种风光 喜欢当明星的这种人 一般来说不是很在乎死后的明星 我管他死后会怎么样 一般不太知道 如果你真的在乎死后的明星的话 那么你要知道 你生前的这些虚名 都是未必能够作数的 甚至你刚刚死的时候 你背急哀容 很多人哀悼怀恋 甚至全国的媒体纷纷的报道 来你的死性来悼恋你 这些都不算数的 因为真正的历史的评价 是要由后人来做的 甚至是要由很后很后的人来做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